2024年大选是台湾的又一次轮回 到底花落谁家 不仅台湾民众比较关注 大陆也在看 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 任何的一个变化 几乎第一时间都有通报 特别是官方跟得很紧 但对于选举的认知深度 理解差异性非常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文章 我指的是大陆的网站上 2024大选 谁是最后赢家 台湾民调显示近九成的民众不支持他 他指的是赖清德 郭台铭全代会前发声明 台湾网友疑惑 所以选不选 文章说台湾网友对他犹豫不决 感到不安和疑虑 台湾选举局势再度逆转 2024最大黑马出现 83%的民众选他 中国国民党提名侯友宜 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现任新北市市长 通过评论来看 基本上没有网友看好他 评论带有一定的思维惯性 因为对于国民党的一贯认知 我指的是接受的大陆宣传的认知 国民党无论谁竞选都不认为会成为热门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吧 网友说国民党没戏 参选只是个陪衬 看来国民党气数已尽 李登辉是国民党的党首 蒋经国亲手扶植起来的 这都说明了国民党气数已尽 无可救药 国民党的朱立伦是民进党的好助手 台湾岛内不管是哪个党派执政都无所谓 前提是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 不然没资格谈中国统一 能不能统一组成选战统一战线 党内团结各派 党外结成广泛联盟 瓦解敌对党派势力 国民党有无胸怀 有无计谋 这是成败的关键 马英九十有过机会合同 错过了就没有国民党的机会了 这一次国民党没机会 自欺其人 台湾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美问题 台湾省委政权只是美国的一枚棋子 找准位置才能安身立命 给我的感觉就是 大陆网友似乎一眼就看穿了 谁爱国 谁就有戏 我们就支持谁 甚至台湾的选举 基本都是美国操控的 再比如这个标题 美国从来都是台湾选举背后的最大操盘手 文章说 事实上 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 引入西方选举以来 历届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美国都是背后的最大操盘手 台湾知名政治评论员 赖月签以四年前的2020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例 随着韩国瑜的韩潮汹涌兴起 美国开始一改之前 所谓不选边站的承诺 从2019年的7、8月开始 借助频繁对台军售 高调向蔡英文提供国际舞台等动作 强化民进党抗中选举主轴 企图帮助蔡英文拉抬选情 后面都是写美国是如何支持蔡英文的 反正隔三差五我们就看到有人写 台湾哪位候选人去美国面试的消息 比如像赖清德刚确定篡美 侯友宜被曝 将赴美面试 马英九或陪同前往 目前在网络上 对于台湾选举的热度增加的很快 虽然大家更多的关注民生 关注如何赚钱 热榜上也没有台湾选举的事情 但基本上台湾的选举动态 这边的媒体反应还是很快的 但有一个现象 就是没人在线下讨论 不管台湾的选举有多热 似乎在小州的周围 没有一个人讨论台湾的选举 主要是不感兴趣 也不知道 大概是8比2或者9比1 民间很少很少 根据网络上的了解 台湾2024年大选 在大陆各大平台 每天都是有更新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隔着衣服脑痒痒 谈论不到深层次的问题 不是抨击明争暗斗的 就是探讨台湾未来的 基本属于没有太大价值的新闻 表面看 似乎人家一眼就看穿了 谁能选上 谁选不上 但实际上目的不在于猜测 谁能选举上 在于谁能够支持维护两岸的关系 情况大概就是如此 关于政治的讨论 小周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我只能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我个人认为 台湾的选举就是对民主的巩固和加强 谁能更好地为台湾百姓做事情 谁就一定会胜出 一次次的迭代 是为了能够把真正为台湾做事情的人选出来 并非演戏恶劣的争斗 最终还是有选票的人说了算 好了 本期是一个简短的分享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